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进入台湾海峡绕行台湾一周 这样的发展将会对美中台三边关系 产生什么样新的影响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来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接种 和在过去主跑军事新闻的制作人李登文 共同来为我们分析 而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起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使 日本西部暴雨造成严重的灾情 目前至少超过170个人死亡 死亡人数最高的三个县市 分别为广岛县 岡山市 爱园县 也正因为后续可能会发生土石流 或者是山崩 日本当局已经下令180万人撤离居住地 由于灾情相当惨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也取消了欧洲跟中东的访问行程 全力指挥救灾 街道被洪水淹没 还可以看到轿车几乎灭顶 卡在泥流当中 直升机出动 在千军一法之际救出受困民众 活跃的梅雨封面 造成日本平成年间最大的豪雨灾情 新日本地区大雨成灾 这是继1982年的长期大水灾后 36年以来 日本最严重的大雨灾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也取消原定访问欧洲与中东的行程 留在日本指挥救灾 灾情最惨重的广岛县岡山市 矮原县更是满目疮痍 不仅有些地方洪水还未退去 许多平房更是直接泡在大水中 还有许多民众只能待在较高的楼层 等着橡皮艇带他们到安全的地方 而这次的灾情到底有多惨重 看画面就可以知道 直升机从空中空拍 可以清楚地看见一旁的山坡地 挡不住暴雨冲刷 造成土石流跟山峰 大量的泥水冲入民众家园 木造建筑根本挡不住泥流来袭 直接摊爬 镜头往旁边一带 还可以看到许多救难人员在挖掘 恐怕是有民众不幸被掩埋 许多人联络不上家人 心急如焚 而幸运躲过一劫的灾民 只好到避难中心 等待大水退去 再回家看看状况 接下来还得住在避难所 对 还得住在避难所 没有定去 日本信箱厅将这起天灾 命名为平成30年7月豪雨 目前已经超过上百人死亡 但日本的抗灾能力 一向都被认为非常完备 为什么这次的灾情会如此严重呢 法新社报导指出 造成重大灾情的原因 包括破纪录的雨量 以山的地形 募造房屋居多 以及当局未发出 强制疏散命令 因此不少居民 都继续留守在家中 才会造成严重死伤 而到目前还有许多人失踪 死伤人数恐怕还会继续攀升 记者综合报道 泰国少年足球队受困洞穴当中的救援行动 从开始搜救到完成 总共经历了18天 动员超过了10个国家的救援人力 和上万名军警以及志工 在10号的傍晚 终于传出了好消息 包括了教练 以及12名足球队的少年 全数平安脱困 也让这一起洞穴受困惊魂 奇迹收场 受困在洞穴中的13名师生 在历经18天的救援行动后 泰国当局在10号晚间 展开第三波救援 总算传出好消息 13人纯束脱困获救 我们在台中 在台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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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台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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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起全球注目的救援行动 起因为13名泰国足球队失身 上个月23号到山洞探险 遇上大雨 导致淹水而受困 由于洞内下在崎岖 加上积水又深 单趟救援所需6个小时 让救援行动 一度陷入困境 水比较浸 然后也比较浑浊 其他的像三体 都比较滋滑 因为的话特别容易摔跤 洞穴内含氧量低 加上最窄处只有38公分 还必须转动身体才能通行 对毫无潜水经验者而言 难度极高 不过幸好积水明显下降 使得救援进度超前 在首批的行动中 顺利救出4人后 隔天增加人手再救出4人 最后一批救援在10号展开 圆满达成任务 这群足球队少年因为长期踢足球 体力和免疫力都不错 加上据传 教练为了学生主动浪出水和食物 获救后虽然有人肺部感染 但没有发烧状况 首批获救的少年已经可以进食 但医院担心他们在受困时有传染病 为了保险起见 先将他们隔离 这次救援行动 有一名泰国前海报部队队员 不幸缺氧牺牲 让这次的救援行动留下憾事 不过在世界各国救援团队 和上万民志工的努力下 所有人平安救出 也为洞穴救援史写下一页奇迹 记者综合报导 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 美国白宫宣布 从7月6号开始 对总值340亿美元的大陆商品 克征了25%的关税 而这一波被锁定的产品 涵盖1100种 包括了钢铝材 医疗器材 到汽车零件等等 川普还进一步威胁说 两周之内可能会发动第二波的攻势 面对美国步步的禁逼 大陆也采取同样的手段反击 祭出了同等金额关税措施 而且这次还拿美国大豆开刀 而遭到大陆反制报复之后 川普政府在10号晚间再度反击了 宣布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大陆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而且这项措施最快9月实施 全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冲突急速升高 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紧张 双方从贸易战一直打到了外交战 而大陆军机密集绕台 也引发了美方的不满 这个月的7号上午 美国派遣两艘神盾舰 行经台湾海峡 促动了最敏感的两岸神经 外界就分析说 这是因为川经会之后 北韩的情势趋缓 美国就开始把焦点 转向了台海与南海的情势上 这次的行动就是要表达 美国不希望大陆片面改变现状 天空中解放军战机烙台演训 海面上辽宁号航空母舰 频频穿越台湾海峡 两岸关系一度紧绷 而先前在南海 大陆跟美国更是争议不断 美军选择此时采取行动 美国海军两艘最先进配备 神盾战斗系统的伯克急驱逐舰 班福特号和马斯廷号 7日进入台湾海峡向北航行 原本预期航向日本 没想到反而罕见绕台一周 对大陆宣誓意味浓厚 不过国防部不仅第一时间 发出新闻稿证实 甚至连总统府都对此发表言论 实属罕见 大陆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不过先前南海争议 大陆就曾表达过强硬立场 我想给美方几个忠告 第一 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事化问题 不要再睁眼说瞎话了 第二 停止在南海地区寻心姿势 因为横行是有风险的 碰瓷 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伯克急驱逐舰 具有强大的区域防空能力 可搭载战斧巡逸飞弹 执行对地打击任务 由于大陆军舰先前烙台频繁 并在周边区域进行军演 针对意义浓厚 此次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被解读为川普政府支持台湾的举动 而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 先前结束大陆访问行程时 曾对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 美国会在必要时 与大陆正面遭遇 这次两艘美军军舰 航进台湾海峡 也落实马提斯强硬的立场 美国现在似乎要对不断向台海和南海 动作频频的大陆释出讯号 划出战略底线 甚至也借着美国对大陆进行经济制裁 大打贸易战的同时 维持台湾的战略地位 向大陆展现军事和经济能力 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前双面间谍跟女儿 在三月份遭受到的神经毒计 诺维乔克的毒害 现在又传出了两名英国公民 因为同样的毒计不幸中毒 其中的一位女性 在八号晚间抢救不治身亡 这是英国本土第一位 诺维乔克的牺牲者 目前全案已经由英国反恐警察 以谋杀案进行调查 英国警方拉起封锁线 重重戒备 从空中俯瞰 还可以看到警方搭起临时指挥所 这是为了全面彻查 英国第二起神经毒计杀人案 英国威尔特郡一对情侣 因为接触到神经毒计诺维乔克 而陷入昏迷 44岁的受害女子 经过多日抢救后 于当地时间八号晚间不治 而女子事发之前的画面也曝光 谁也没想到货没多久 她竟然会因为化学兵器而丢了性命 这也是英国公民第一起 因为诺维乔克不幸丧命的案例 目前全案已经朝谋杀案进行调查 英国警方大动作调查不是没有原因 英国在今年3月才发生俄罗斯前 双面间谍妇女在商场户外长椅上 中毒昏迷送医 而这两起案件都是因为接触到诺维乔克 英国警方也指出 这起案件中毒的地点 与前双面间谍妇女中毒的地点接近 怀疑两人有可能接触到之前毒计的165 但诺维乔克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杀伤力 美国化武专家指出 诺维乔克比VX或是沙灵更危险也更难察觉 而且毒发速度很快 主要透过吸入也可以经由皮肤吸收 中毒后它会造成心跳变慢 呼吸道阻塞进而窒息死亡 第一次的毒气事件 英国就将苗头指向俄罗斯 这次又发现同个毒气致死案 英国当然更气得跳脚 但目前还没有打算加重对俄国政府的外交制裁 至于俄罗斯方面则是强意反击 俄罗斯认为英国栽赞 而且是因为季度举办世界杯成功 才想要恶意抹黑 但其实俄罗斯的眼影不断出现 让英国非常困扰 许多俄罗斯间谍都用外交官的身份 到英国进行任务 这当中更出现不满普丁的间谍投奔英国 也成为俄罗斯毒杀的目标 这次化学兵器造成英国平民遇害 也让英俄两国紧张关系升温 但真相真的能水落石出吗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能解决的事情 记者综合报导 来带您关心环保议题 很多人每天都必喝的手摇杯 但是塑胶用料却衍生出了许多环保问题 目前全球每年都有800万公吨的新塑胶垃圾 进入海洋当中 也因为全球环保意识抬头 美国咖啡业的龙头星巴克就宣布 2020年之前 全球所有分店开始禁用塑胶吸管 五彩缤纷的饮料让人好想尝一口 每到夏天饮料店过去咖啡厅总是人潮爆满 但这也衍生了环保大危机 根据统计 美国每天用掉5亿支塑胶吸管 可以绕地球两圈半 环保团体更估计 美国咖啡龙头星巴克 每年就使用了20亿支的塑胶吸管 为了响应减速风潮 星巴克就宣布 在2020年前 全球所有分店 一律禁用一次性使用的塑胶吸管 将以生物可分解材料吸管 以及特别设计的杯盖取代 根据CNBC报道 星巴克的发源地 美国西雅图 在今年7月开始 就全面禁用塑胶吸管 成为全美国第一个推行的城市 而纽约跟旧金山都在考虑跟进 但小小只的吸管 到底会带来什么威胁 在2015年曝光的这段影片 就带给全球深深的警惕 保育人员从海龟的鼻子 拉出一条长长的吸管 看到这个画面 让许多人看了都好不忍心 而且这只海龟 可能只是受害的其中之一 为了保护海洋 专家也提出警告 如果再不进行检塑措施 到了2050年 海洋中的塑料将比鱼还多 不只星巴克抢硬检塑 许多餐厅业者也加入行列 吸管无所不在 给人类一时的方便 但这也可能让海洋生物面临 生存浩劫 记者综合报道 好的 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 最近都守着电视机观看世足赛 而今天的英文关键字 也跟足球有关 来看画面上 这一位是英格兰队的主帅 索斯盖特 够帅吧 他在场边指挥比赛 都会穿上一件西装马甲 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甚至有人表示 在全部32支球队的总教练当中 索斯盖特是穿着品位最好的 而美国有现今日新闻网CNN的标题 就是这样描述着 英格兰的教练 Style Icon Icon这个字可以当成偶像崇拜的对象 或者是指标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英格兰的教练是时尚指标 您觉得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关键字 接下来带您起来关心国际财经消息 欢迎来到国际前线单元 带您掌握国际财经消息 中国大陆搜寻引擎的龙头百度 不断地在人工智慧上布局 今年开发者大会上 董事长李彦宏 更实现实现了自己去年的承诺 那就是无人车 已经进行了量产 将会在明年初正式上路 而在高端晶片方面 百度未来更不用仰赖进口 因为今年已经研发出了晶片昆仑 将会全力使用在AI科技上面 大家早上好 我是百度人工智能角度 一开场就派出人工智慧 跟现场来宾问好 一年一度的百度AI开发者大会 7月4号在北京盛大登场 这次开发者大会的亮点 主要是百度大脑 无人驾驶 以及智能生活等三个重点 而百度无人车 在这一年有了重大进展 我们锤的牛实现了 全球首款L4级别的 自动驾驶的汽车 已经量产 百度与金融合作的全球首款L4等级 自驾巴士阿波隆 正式量产 接下来阿波隆 会在北京 河北福建等地方开始使用 不止大陆地区 阿波隆也进军日本东京 是跟软银的合作 说要把这个阿波隆的车 放到核电站的这个园区里头 用于接拨 也要放到一些老年人的社区里头 除了自动驾驶外 晶片也是百度大会中的 另一个大亮点 我们百度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 自己研发了一套芯片 而这个芯片呢 我们把它叫做昆仑 这是中国第一款全功能的云端 AI芯片 昆仑主要将会用在智慧汽车 语音图形辨识 大规模个性化推荐的领域 而且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更是昆仑的一大特色 但其实百度积极开发高阶芯片 不是没有原因 大陆的IT产业爆炸性的成长 但高阶芯片却只能仰赖进口 李彦宏更说 这是他这一代的IT人 心中永远的痛 我们背后 百度大脑背后 越来越多的 要靠自己研发的芯片 研发的高端芯片 去满足全世界 对于AI能力的这种需求 而在软体平台部分 百度也宣布 百度大脑 以及语音交互平台 DoRice都进行了升级 百度抢先机 在硬体及软体方面 都有重大进展 芯片的成功 也让百度不用仰赖进口 将有更好的条件 发展AI事业 记者综合报道 许多的国家都正在面临着高龄化社会问题 尽管老年人口是成长最快的市场 但是居家照护以外的相关服务 还是十分的缺乏 美国迈阿密一家新创公司 就推出了一项孙子陪伴服务 让年轻人协助老人购物开车 甚至陪着聊天 帮助排解孤单 此外 美国科技大厂也看好市场潜力 纷纷开始为老年人设计行动装置 抢供银法足商机 环游世界 有山玩水 或是在家寒衣弄孙 是许多年长者最幸福的退休时光 不过随着子女们忙于工作 很多老年人更因为家人不在身边 经常得忍受孤独 美国迈阿密一家新创公司 看准银法足商机 针对老年人推出陪伴服务 只要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就能请年轻人协助购物开车 或只是单纯聊聊天 就像是有了一位孙子一般亲切 这项服务称为随教随到的孙子 负责提供服务的多半是大学生 许多人都还在学习如何照护或接待 借由打工赚取酬劳 每次访问都会花上三小时 约可赚取30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900元 另外看好银法足市场潜力的 还有美国科技大厂 他们纷纷开始为老年人口设计装置 人工智慧语音助理就是其中一例 亚马逊近期推出的智慧居家装置 能够声控调整室内温度与灯光 让年长者不必冒证爬上爬下可能跌倒的风险 另外针对听力障碍使用者 推出语音助理服务 用户从装置荧幕上就可以看到文字回复 不必依赖听力 以往这些科技巨破设计商品时 锁定的是大众消费市场 尤其是看重迁徙时代需求 但随着美国卖入高龄化社会 越来越多公司提供服务 帮助老人排解孤单 成了另一项新商机 记者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透视两岸 I on China的单元 第四次联席会正式登场 前国民党主席联战 13号的上午在北京 会面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双方就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交换一件 联战在会上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并且以朝鲜半岛当例子 表示过去剑拔弩张的南北韩 现在都能够看到和平曙光 希望两岸关系也能够摆脱僵局 和平发展 习近平则是以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称呼连战 谈起两岸局势 习近平表示 目前虽然情势复杂严峻 但是还是赞许连战 在推动两岸和平上 所做出重要的贡献 做生意不简单 开创新的商机更是困难 大陆的外卖市场 商机庞大 这也让只做外卖 不做内容的餐厅越来越多 而且还造就了另外一种商机 旧业者成立了共享厨房 进驻的商家 只要是把食材跟内厂员工准备好 厨房的设备跟分装 都是由共享厨房一手打理 让商家不仅可以不用处理场地的琐事 还可以跟其他的商家分担场地费用 一个又一个的小空间 看起来有点像美食街的餐厅柜台 但其实这是大陆最新形态的餐饮服务 也是上海第一间的共享厨房 共享厨房没有内用的空间 只有独立的厨房 入住的商家从外卖平台进行接单 料理完毕后会有专门的传菜员 进行分装 之后再由外卖人员送给消费者 进住的商家跟消费者 都不用担心外卖食物不新鲜 因为共享厨房设置了保温台跟保温箱 还有专门的膳食包装人员 保证食物的品质 而且为了方便管控 共享厨房不招收寿司 海鲜等高风险的餐饮业者 以防餐点出现问题 让其他商家连带遭殃 我们这次大概会引进 10家到12家的商家 会是从饮料一直到炒菜 一直到便当都会有 根据大陆媒体报导 上海平均每天外卖订餐量 就高达165万单 虽然内用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但是成本较高 效率也比较低 让共享厨房的创始人看到新的精灵商机 我们共享厨房这个业态呢 它是随着外卖整个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新业态 它是集合了大家一些做专业做外卖的这些商家 放在一起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场地和合规的场地 共享厨房不只省去了管理内用空间的麻烦 连繁杂的监管流程都由共享厨房一手打理 让进驻商家只需要专心做外卖生意 因为省成本还省空间 也让全新形态的共享餐饮风潮 城市崛起 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大陆天空步道一个接着一个盖 但是最特别的就是广东的清远 古龙峡玻璃大峡谷了 这个景区不只是因为风景好而文明 景区之内有四个项目收到了世界纪录的认证 而且在观景平台上还设置了五滴声光特效 游客经过还会有玻璃碎裂的效果 让很多人都吓到腿软 从空中俯瞰一个造型类似优服的平台 高悬在峡谷上 旁边就是大瀑布 但往下一看 脚下踩的可是悬空跨度72公尺的透明玻璃平台 如果你想要体验这种刺激感受 那就必须到广东清远古龙峡景区走一遭 广东清远耗时三年多打造了这个观光景区 而且还创下四项世界纪录 碎峰桂 Yunxiao 串通风 和339m 最大约3.8m 最大约6.8m 成为世界纪录 代表世界纪录 不僅四個項目挑戰世界紀錄成功 景區內還跟科技結合 讓遊客體驗天崩地裂的刺激感 玻璃吊橋使用5D聲光電特效裝置 當遊客走在上面就會出現裂痕以及碎裂的聲音 讓許多人當場嚇到腿軟 好玩的不止這些 還有其他可以練膽量的設施 可以看到其實這裡有一條玻璃斬道 就往著平台走邊走過去的 其實越往前面走的話 就可以感受到合谷的深度 因為越往下邊走的話 深度就越深了 走到過來 這裡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玻璃平台 走到過來還可以欣賞我們的瀑布 如果走玻璃步道還不夠過癮 那還可以在這邊當個森林泰山 可以看到 好 旁邊也是剛剛破了這個世界紀錄的蟲林飛躍 已經是有體驗者正在體驗著 景區的玻璃平台 步道 吊橋跟天梯連成一線 構成主題式的觀景區 再加上科技特效 讓到訪的遊客大呼過癮 記者綜合報導 兩岸民間信仰的武聖關公 有不少廟宇供奉者 不過在大陸山西運城和湖北荊州 就分別有這麼兩座巨型的關公雕像 最高的甚至還超過了25層樓高 相當壯觀 也成為不少觀光客必訪的景點之一 騎著赤土馬手拿青龍掩月刀 狗官斬六將 關於已經不只是三國演藝的頭號猛將 重甘義坦的他也是民間信仰的武聖關公 後人對關於更有著崇高敬意 而和關於有歷史淵源的荊州 就打造了一座巨大的關於青銅像 這座青銅像高度58公尺 總重1320公噸 特別是手上的青龍掩月刀 長度有70公尺 看起來十分威武 而光是這座青銅像 就花費了人民幣2億元 相當於新台幣10億 而這座雕像也成為外國遊客 到荊州必去的景點之一 但其實這麼大的關於雕像 在大陸不止一個 關於的家鄉山西運城 也有著一尊總高度高達80公尺的關於雕像 而這座雕像設計還充滿巧思 關於小年61歲 所以這座雕像高度為61公尺 關於是19歲成家 所以底座的高度是19公尺 每個細節都跟關於的生平有關 而這裡不只成為運城的主要觀光景點 也展現後人對關於的景仰精神 記者綜合報導 歡迎來到話題面對面單元 我是李登文 而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兩艘美國海軍的 神盾驅逐艦行進台灣海峽 可以說繞台灣一圈 而這一次台灣方面是非常罕見的 證實了這個消息 而美國開始在亞代地區加大的力道 對大陸宣誓的意味也非常濃厚 而今天節目我們也特別邀請了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員 接中來為我們分析 接中兄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次 這兩艘的神盾驅逐艦 通常我們講神盾驅逐艦這個簡稱 神盾驅它的應該是這樣 它是配備了神盾作戰系統的 阿雷伯克級飛彈驅逐艦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到台海就是這兩艘 第一艘是DDG-89 馬斯廷 第二艘是DDG-65 班福特 其實我們看這個神盾艦 它最厲害的就是它上面的 這個六角形的這樣的一個雷達性 相列正位雷達 它到底有多強 好 那個如果各位以前有看過一些戰爭電影的話 或者是對我們的基隆極艦如果有印象的話 可以發現可以注意到它的雷達其實是那種旋轉式的 一個大天線那邊旋轉 那這種旋轉式的天線它有個問題就是 它沒辦法其實它沒辦法一直把雷達波 朝著目標去發射 那現在這種神盾的雷達它是ANSPY-1 它是有四個面 每一面大概都有四千多片 那四千多片其實可以把它想像成四千多片小型的雷達 所以它可以不斷地對同一個目標持續地用雷達照射 而且它的照射距離非常遠 水平的目標最遠可以偵測到85公里 如果是空中的目標甚至可以偵測到三百多公里以外 而且更強的是它的整體的應付多目標接戰能力 會比傳統的軍艦強很多 像以我們的最強的基隆級艦好了 它從發現目標到接戰最快最多最多都需要15秒鐘 才能夠到發射目標之後射出第一枚飛彈 15秒鐘 15秒鐘 可是神盾艦大概只要10秒鐘之內 它就可以立刻接戰 各位不要看5秒鐘感覺很短 其實對那種高速飛行的比如說反艦飛彈 甚至於輔充準備攻擊的戰鬥機來講 5秒鐘其實差很多 那更重要的是在發射完第一枚飛彈之後 我們的基隆級艦如果要針對同一個目標再接戰的話 要至少隔到8秒鐘 換句話說它可能如果第一枚飛彈沒有命中目標 它可能沒有再攻擊的機會 但是這個神盾系統因為它是每一面都是4000多片雷達 所以它持續照射它可以馬上反應 它再發射下一枚可能不要兩秒鐘 哇這麼快 所以說它整體的作戰能力其實比傳統的驅逐艦那種傳統的雷達 強上好幾倍 更重要的是美國海軍現在它的神盾級驅逐艦跟它的神盾級巡洋艦 加上航空母艦上面的E2它其實是可以聯網作戰 所以它一個航艦戰鬥機出去整個正式擺開 它其實驅逐艦巡洋艦加上E2預警機 它其實可以監視500公里以內的目標 那包括空中跟海面目標超過數千個 所以它整個艦隊出去它是可以監控一個非常大的範圍 所以它這次如果說這個行進台海的話 基本上它的雷達偵收方有超過300公里 基本上這個大陸這邊沿岸的行動它其實它都可以掌握得到 基本上是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當有時候這些軍艦 它在通過這個可能是假想敵的領土附近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把一些上面的一些機敏的電子參數 可能稍微關掉一下 免得被你收集到 因為它量我在公海通過的時候 你不應該不至於對我做什麼樣的行動 所以它可能會把一些電站參數 電子參數 可能稍微做個關閉 或者可能做個關閉 不以免讓中共偵測到相關的訊息 其實我們看它這一次神盾艦 它經過台海它有點高調好像又沒有那麼高調 好像想低調又沒有低調 所以尤其是在像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 他六月底下訪問大陸 然後也跟這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講的 好像還蠻強硬的一番話 7月6號中美貿易戰開打 然後7月7號兩艘神盾艦就往這個地方開 所以這是不是代表說 其實美方它現在開始對中國大陸持續的施壓 不管是在貿易或者是外交或者甚至是在軍事上 首先這一次的行動它絕對是個政治的動作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這次絕對不是第一次 但是以往就是各方大概都有默契 中國大陸一定不會講 我們跟美國通常也不會講 但這一次很罕見的是我們國防部公佈 公佈之後美國海軍也公佈 公佈還透露了一些細節 所以這就表示最起碼華府跟台北 對這個事情是有默契的 大家就是要讓全世界知道 而且這兩艘軍艦它等於是繞台灣一圈 所以它絕對不是為了避台 那這種繞行的方式其實很容易讓人家聯想到1979年斷交之前 那時候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海峡巡邏任務 而且也會讓人家聯想到這一兩年來 中共不管是飛機或軍艦常常做繞台的行動 所以這絕對是有一個很強的政治性 甚至是針對性 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 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水面作戰艦 其實數量並不充裕 因為它去年連續出了好幾次的事情 撞船的 對 然後現在它的任務非常的繁重 它在南海頻繁的巡邑 所以這次一口氣 在第七艦隊的艦隻數量並不太夠的狀況之下 它一口氣出動了兩艘 這表示說美國不但是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而且還希望引起大家廣泛的注意 不過它派一艘就好了 對 它派出兩艘來 那兩艘的目的就是 一艘也許是很單純的一個巡航 兩艘的話其實在各方看起來 尤其在中國大陸看起來 那就有很強烈的一個政治的意義 其實我報導說 其實在去年的大概七月的時候 就有一艘神聖艦 它是跟著這個遼寧號的時候 這個也是經過它 但是那次大家好像密而不宣 然後國防部也不證實 然後再上一次就是飛彈回去的時候 兩艘航母一南一北 所以這一次的動作可以說是 算是在這十多年來最明顯的一次 中間可能也有一次200幾年的時候 小英號航空母隊 那時候可能真的是跟颱風有關 它有走台灣海峽 但是就是在美國 在我們國防部公布之後 美國海軍跟進公布的 它的發布的新聞面 它特別去提到說 其實他們這些行動 以往都有做過 都有過 以往有做過 所以叫大家不要緊張 所以不要做過多的聯想 問題是你不講就好了 你不講 或者是你要求台灣不講 那自然就沒有人注意到 所以這個有點 此地無印三台兩這種作用 不過剛才就是說 你剛才提到 其實美軍 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軍裡 沒有那麼的充裕 包括之前有幾艘船出世 那他這一次他派了兩艘 那當然有的人 在這一陣子 從川經會之後 大家都認為說 現在好像北韓的情勢 比較稍稍的趨緩了 沒有那麼迫切而明顯的危機 所以他更有餘力去把 他現在手頭上所有的軍事力量 慢慢的往 不管是南海 或者是往這個所謂的 我們剛才這次看到的 所謂的台灣海峽 在這一部分 跟大陸這邊稍微做一個較量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相信絕對有 因為在北韓的情勢緩和 雖然說目前還有些問題沒有解決 但他情勢畢竟是相對的緩和 所以美軍大概就可以 稍微的在東北亞的任務 就可以變少一點 所以他現在就可以把他的 特別是水面艦隊的力量 轉移到接近南海這一塊 甚至於台灣海峽附近 那其實在川普剛上任的時候 他採取一些行動 比如說退出TPP 然後警告日本跟南海說 要跟他重開貿易談判 其實他這一段的行動 其實讓他的盟邦 還有亞太地區周邊的國家 一度其實讓美國 對美國有點失去了信心 然後加上北韓危機快速升高之後 川普投注了非常多的行力 在北韓上還有中東上 其實這時候像南海周邊的很多國家 例如印度 他們其實就公開地講是說 他們其實非常的擔心 美國會不會因為太注意北韓的形勢 而忽略了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一些舉動 然後也因此忽略了 像印度有個字故他就講得很明白 美國可能好像是因為太注意北韓了 所以就沒有餘力在印度亞方面 支持印度 斯里蘭卡 對付中共的擴張 這一部分是算真空了 對 所以在北韓的問題緩和之後 現在加上川普他又要跟中國大陸施壓 要求中國大陸在譬如說在貿易 在未來的經濟發展側面上向美國低頭 所以他開始運用在南海地區 還有在中國大陸周邊 讓中國大陸感覺到非常關切的一些議題上 對中國大陸進行不斷的施壓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 川普這個動作 除了配合他跟中國大陸談判之外 更重要他也要重建南海周邊國家 來自於亞太國家對美國的信心 他要讓這些國家知道 當你跟美國合作去抑制中國大陸的時候 美國絕對會當你的後盾 美國不會讓你單獨面對中國大陸的壓力 一方面他也是怕 如果美國再不做一些表態 比如說在南海的自由行行多跑幾圈的話 那這些周邊國家可能會因為對美國失望 而轉而尋求跟中國大陸協助 那這是目前美國 他要推進他的亞太戰略 他的印太戰略 所不願意見到的一個狀況 是 其實他之前大概在上個月的時候 美國連續兩次從關島 基地起飛B52 他的這個航路也是一路到了南海之後 然後做幾個動作之後 就是到東沙附近 對對對 又繞回來了 其實這個尿的動作 是不是其實也是在這兩艘神之間來之前 另外一種宣示的 其實美國特別這一陣子 在南海的動作非常的多 他的表面上的理由是要 因為反對中國大陸 將南海它那個 特別是南沙群島七個島礁 高度的軍事化 那在我們舉個例子 在歐巴馬政府時期 美國的所謂航行自由行動 在歐巴馬人內只舉行了四次 可是從川普上任到現在 到今年的六月底 他就進行了七次 一年大概一年半 從2017年開始 一年半時間他進行了七次 所以他的頻率已經比整個 比歐巴馬事情已經強了很多了 那您剛才提到那個 轟炸機那個航路 其實對美國軍方來講 那也是一種 所謂的航行自由的展現 就表示說 不論是在海上或者是空中 我們美國軍隊 有權力到我任何想到的地方 除了你的領空之外 除了你的十二海里領空之外 其他地方我都有權力去 甚至於美國這些航行自由的行動 他常常會跑到 中共佔據那些島礁 十二海里之內去繞 而且繞還不走直線 他不要無害通過 還故意支航 甚至還做些演練 那基本上就是美國海軍 等於用這個行動 明白地告訴中國大陸說 我基本上我不認為 你擁有這個島礁的主權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島礁周邊 十二海里是你的陰海 所以我可以做任何我要做的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 過去好幾張照片就是 美軍的軍艦靠近的時候 大陸的軍艦也就在旁邊 隔得非常的近 而且好幾艘大家好像在排隊一樣 不過金鑫鑫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這個美國海軍的戰艇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大陸這邊 就是我們常講 遼寧號繞台一次 兩次 三次 好像繞到現在 大家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國防部長也不用再進橫山幹嘛了 不過其實對於遼寧號 這個航母包括它的戰鬥群 好像在大陸的媒體 大陸這個所謂的官媒 都把它形容的已經是 包括它的殲15艦代機 講得非常的厲害 好像已經可以超音趕美 可以掌握海上霸著的局勢 但是其實它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像最近前一陣子的新聞是 遼寧號裡面的人自己洩漏 洩漏給CIA中情局 把它重要的這些 這些遼寧號的關鍵資料 通通已經給美國了 所以金鑫鑫現在遼寧號 它到底的戰力形成了沒有 再來就是遼寧號 它這個戰鬥群它的處境 未來等它真正可以進行作戰的話 它對美軍在太平洋的 這樣的一個武力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首先遼寧號 它的艦鱗其實蠻久了 大概超過將近30年 但它最大問題不是它的艦鱗 而是它的 它還是用那種滑跳式的甲板 那滑跳式的甲板又沒有彈射器 換句話說 使它的艦載機在起飛的時候 沒辦法帶太重的武裝 那這也造成它 而且它的盾位比較小 所以它大概只能帶24架 大概一個團 中共都編制一個團左右的一個定義機 那因為它排水量 盾位甚至於艦頂空間的設計 使它沒有辦法像美國一樣 美國除了戰鬥機之外 航艦除了戰鬥機 還有很多那種定義 比如說E2的預警機 反潛機等等都是定義機 但是因為遼寧號受限它的性能 它就只能用直升機來做 反潛機或者預警機 但是因為直升機它的行動的 它的在空的半徑跟滯空的時間 其實比預警機少很多 我們舉個例子 像中國大陸它的直升機的預警機 大概只能夠在250公里左右 跟蹤比如說20個空中目標 跟蹤20個水面目標 可是美軍的E2 它大概在空中就可以監控560公里的目標 而且最多可以同時追蹤到2000個目標 並且鎖定其中40個目標 作戰搬機的部分 中共的直升機大概250公里 E2大概有650公里 所以美國的一架E2 它能監控的範圍 其實是中共的這種預警機的好幾倍 加上中共的艦載機殲-15 因為沒辦法用彈射起飛 所以它基本上沒辦法太重的反艦武裝 大概只能帶空對空飛彈 所以這個遼寧號其實嚴格來講 它不像我們想像中的美國的航艦 不但有很強的滯空能力 也有很強的對地對海攻擊能力 遼寧號大概其實它最適合擔任任務 頂多就是艦隊防空 直接艦隊防空 因為它也沒有 像一艘像尼米茲級 美國這種航母 它載了80幾架 80架第一架 各種空戰 對地攻擊 反潛 反潛的 真的是像 而且它因為用彈射起飛 所以它的戰鬥機可以重武裝 它可以帶重型的 比如說反艦飛彈等等 不過其實 當然它兩年號有一個定位 就是它等於是說 第一個的先導的訓練艦 先讓大陸的海軍先學習 怎麼樣使用航空母艦 跟怎麼樣去進行航空母艦 所謂的戰鬥群的一個訓練 跟一個編隊 那現在其實包括第二艘 第三艘好像都已經開始 一艘一艘好像他們還有 包括他們其他的這種 巡洋艦等等 好像都是用所謂的下水餃的方式 一艘一艘接著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可能預期的未來 五年 十年之內 大陸的包括了遼寧號 再加上其他的航艦 再包括其他的海軍 新下水這些軍艦 對整個台海 或整個所謂的西大阪洋地區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基本上現在目前 遼寧號做愛的 目前第二艘 它基本上是遼寧號的改良型 但是遼寧號所面對的問題 比如說滑跳甲板 還是一樣 沒有彈射器 這個問題還是存在 所以它第二艘 也許它可以載比較多的艦載機 也許它的運作的效率會比遼寧號 但是它先天上 還是有遼寧號的問題 它基本上缺乏對海跟對地的打擊能力 大概還是只能做一個比較好的艦隊防空 所以現在大家比較關切的是 它接下來的第三艘 或者以後甚至於計畫中的第四艘等等 會不會裝上彈射器 噸位會不會放大 如果它能夠克服彈射器的問題 並且順利把噸位放大的話 那它這些航艦才相對於美國而言 才有一些比較基本的戰鬥能力 所以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 中國大陸在遼寧號 或者是以後它航艦的運用 它當然沒有辦法像美國一樣 就是進行一個遠海打擊任務 長距離打擊任務 所以它比較能做的 也許就是譬如說 假設它如果要武力犯財的話 它可能就掩護它的水面艦隊 衝出第一島鏈 也許從宮古海峽 也許從巴士海峽 進入到台灣東部的西太平洋 然後在那個距離 它可以用它的 比如055級驅逐艦 上面可以發射長程的巡域飛彈 射程據說從水面發射大概有1000公里 甚至於是說它在一個戰略位置上 掩護它的中共的轟炸機 掩護它的中共轟炸機 再從台灣以東發射空射巡域飛彈 那個射程就超過1000公里 不但可以打擊台灣東部的重要目標 甚至於如果在衝尊鳥礁那個戰略位置的話 還能夠威脅到關島 所以中國大陸的航艦 未來的運用方式可能是這樣 而不是像美國的航艦 全世界到處跑 全世界到處打 它基本上可能還是在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來自於南海中間來支援它的作戰任務 所以它是不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說如果真的一樣發生戰事的話 它第一線是阻絕 想盡辦法阻絕這個美國 美軍的這個航母戰鬥機器進來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可以當作一個緩衝 這是中共在中共作戰 尤其在對台作戰的時候 它有一個重要的想定 沒有錯 它為什麼近年來要走一些原海艙 為什麼要穿越島列 那不是為了好玩 那絕對不是為了展示軍衛而已 因為它 中國大陸 它的計畫裡面 它預判就是說 如果以後它要對台 要武力犯台的話 它要佔領的位置 已經不是台灣西面了 它要從台灣的東面 發動攻擊 那在台灣東面發動攻擊 它的理由出了 第一 我們自己軍方的想定是 當中共犯台的時候 我們的艦隊要做一個 主力要做一個沿海疏勃 那個疏勃待命的位置 就在台灣以東 那我們的艦隊在台灣以東 待命 除了保存戰力之外 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 就是它要接應 可能來源的美軍艦隊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當然就要想辦法 在對台作戰一起戰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讓它的艦隊 從宮古海峽 甚至巴士海峽衝出來 先佔領那個戰略位置 一方面對付我們 戰力保存的主力艦隊 另外一方面從那個位置 它也可以去威脅 比如說關島 甚至於可能來源的美國艦隊 其實除了這一次 24號神針監之外 現在有最新的報導 就直接接著後面 馬上就五角大線 要考慮可能未來 還會再判這個 這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繼續穿越台灣海峽 其實川普上來 這很多的政策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就是打台灣牌 對 想要對大陸造成壓力的時候 他就可能就 不管是一些法案 或者是一些政策 他就會特別的提到台灣 那現在又來了這個台灣 這個這個這個 未來又可能又有航母進來 那其實夾在這中間 兩牆相稱 台灣我們應該要如何自處 在整個的一個環境裡面 其實我這邊要提醒 來各位觀眾的一點就是 美國最近這一連串的動作 它的主要目標其實是抑制大陸 並不是他要全力支持台灣 現在美國的華府是很罕見的 目前國務院 國防部 乃至於國會 乃至於國會 還有白宮的國安會 全部都是由主張 對中國大陸強硬的保守派 在執掌 所以 但是這些保守派 他們基本上 他們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抑制中國大陸 那而且他們的想法 跟川普總統的想法 也許有些落差 因為對川普總統來講 他最重要的是 希望在貿易戰爭中 迫使中共妥協 所以換句話說 一旦中國大陸 某種程度 做出某種程度妥協 甚至於呼應這些 保守派的立場 從某些議題上 稍微退縮的時候 當美國的壓力降低的時候 台灣這時候就有可能 到時候台灣 美國這邊就有可能 就像現在這麼重視台灣 甚至於是說 如果在世界上哪個區域 發生了重大的事情 當美國需要跟中國大陸 重新合作的時候 我們又會被犧牲 最重要的 最明顯的一個就是 2001年911之前 那時候因為2000年 南海撞擊事件 小布希對中國大陸是 非常的兇悍 但是在911事件之後 他知道他需要 中國大陸合作 就開始跟中國大陸去談妥協 去緩和跟中國大陸的形勢 那更極端的例子就是 19951999 台海飛彈危機 美國跟中國大陸 甚至有可能兵容相見 可是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美國開始想辦法 要跟中國大陸修好 因此克林頓總統 在1998年就在上海 親口說出了三步 對台灣其實造成了滿大的傷害 這些歷史的經驗 其實值得我們台灣 特別是我們的國安高層去注意 真的 靠人不如靠己 對 因為美國其實 他是要抑制中共 他並不是說 真的想要很力挺台灣 並不是說真的是 以力挺台灣為主要的目標 這是有差別的 是 好 我們謝謝街頭 今天為我們做來深入的分析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 會演看天下 更多的國際消息 也請持續鎖定 每週六晚間9點 會演看天下 下週同一時間我們再會